smokin on boofin is my weed I check this bitch like I'm married Sorry bitch I don't say sorry Hello 歡迎來到酷恩頻道 一收到炎熱的夏天 想必大家同一個想到的是冰涼的冰瓶 可是隨著晚上的到來 你我都討厭的昆蟲也隨之而來就是蚊子 而過去體驗過被蚊子叮咬的大家們肯定都不在少數了 討人厭的蚊子就像從地獄來的餓死鬼一樣 在白天時我們眼睛看得清的時候 想找出來並打死這些吸血鬼就是找不到 可是一到晚上這些多了許久的蚊子就紛紛跑出來叮咬我們了 今天就帶你來看為什麼蚊子一直都在晚上出現 然而大自然的許多品種就是如此的神奇 像有的蟲蟲是像光性的 例如像飛蛾瀑火裡的飛蛾 有的蟲蟲是被光性的 例如像打不死的小牆也就是蟑螂 當然有的時候有些蟲蟲是落光性的 就好比討人厭的蚊子 而蚊子搜尋目標吸血時反而不是用眼睛看的 而是通過嗅覺和感應紅外線來的 因為大白天陽光輻射會阻礙蚊子的判斷 使得蚊子沒辦法準確地找到目標吸血 所以白天不是蚊子吸血的好時機 只剩下在晚上下雨天或是陰天沒有太陽的時候 自門才能準確地找到進食的目標 晚上出來吸血跟白天比較起來 可以提高吸血效率 除此之外 由於白天是蚊子交配和繁衍的大好機會 白天時蚊子一般都會躲在草室陰暗的地方交配參亂 等到晚上體力耗盡才出來吸血 剛好可以胃口大開多吸幾口血平時 蚊子當然就不會在陽光刺眼的大白天出來吸血了 從清晨到下午活動都比較頻繁 天黑後則停止活動 譬如一蚊就是白天吸血的蚊子 所以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都要做好防蚊工作 才不會盯得滿頭蚊 最後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哪裡要改進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 也請麻煩你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會收到微信上架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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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